沒有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賞力淘宛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來看紅色選擇的是波蘭人 波蘭人的話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為什麼會最喜歡是因為 Darkz是新文明 這一次的改版 應該算是上上次的改版 但是它的特性讓我很喜歡 這個波蘭的大莊園 然後在它的魔防旁邊 立即撒上田 田只要一蓋完 直接可以收成8%的肉量 這個能力是非常誇張的 尤其是到了後期 這個肉量很容易會領先對手一兩萬 甚至可能打了一個小時 可以三四萬多肯 那到了後期波蘭還有這個 金冠 烈克提克遺產 那烈克提克遺產這個能力呢 是比較強大的一個能力 它可以讓自己的 肉麻 可以像拜登廷的聖奇病一樣 後勤科技是一樣道理 可以有這個践踏效果 就是一個擴散攻擊的概念 所以波蘭人的肉麻 到後期是非常強大的一個能力 尤其是沒有黃劍的情況下 這個肉麻 有如黃金幣一樣強 那再來就是波蘭 除此之外 也可以打工兵 步兵 騎兵 路線都可以 工兵也有拇指環 也有三級射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馬攻路線比較慘一點 比較沒有法生這個安線戰術 除此之外 其他還是可以做選擇 再來就是它沒有火槍兵 所以打到後期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但是它有火炮 所以波蘭本身就是一個 不會太弱的一個能力 那步兵路線呢 也可以走這個劍兵勇士 或者是走這個錘兵 它的寶兵 那錘子兵的話 這個單位也是相當強大的 打對方的 劍兵勇士可能會稍微弱一點點 但是其實數量一躲起來的時候 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再配上自己的大洛馬 洛馬配錘兵的這個路線 也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波蘭人 總體而言 它在全部的時期 黑暗時代到地上時代 都不會太弱 算是一個蠻均衡的文明 而且戰術選擇也是非常多 而且也有大風車可以使用 再來就是它的貴族特權 還有這個60%的黃金解敏的效果 所以出到一隻騎士 只要三次黃金 所以後期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黃金 去轉兵啊 或者是打一些更經濟的打法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選的是立陶宛 立陶宛的話 最大的特色是 每座城鎮中心 會給你100肉 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3TC開效 一開始就會補下一些肉 讓你可以直接 盤二級農二級木 或是直接補足 你的該需要的肉類 使用量 所以立陶宛呢 到城堡時代算是 比較關鍵的時期 那封建時代的話 只能靠這些長槍兵跟毛兵 去做一個壓制 因為有這個10%移動速度的 一個優勢罩 所以追擊敵人時候 是相當好用的 那再來除此之外呢 他的修道院 有這個團隊加成的工作效率 所以他的僧侶出的時候很快 那每一個僧侶 撿到一個生物 搬到修道院裡 都可以增加騎士 跟烈堤獅的傷害 那烈堤獅這個單位呢 是蠻看重你城堡時代 有沒有去撿夠多的生物 才可以決定你的烈堤獅的一個價值 那除此之外呢 立陶宛到了後期 還可以點一下這個塔盾技術 那塔盾是他的金冠 金冠點一下之後呢 就可以增加這個長槍兵 還有這個毛病的 遠防加二的防禦力 所以打到後期 垃圾兵的話 立陶宛也是沒有到非常弱的 反而還是有點可以使用性 那我覺得重點應該都是在這個城堡時代 因為兩邊都是馬國開局 兩邊都是馬國的情況下 就會比較吃重封建時代的一個對應 那這邊立陶宛由於一開始有這個一白肉的優勢 所以這邊是選擇了三棒棒打法 哇這個三棒棒有點殺傷力喔 那波蘭這邊如果是馬舊開局的話 打這個三棒棒 如果又轉這個裝甲步兵的話就很難纏 那目前看起來他有很高的機率喔 是真的會轉裝甲的 這邊是三個人挖礦喔 就代表說他待會一定會下這個射箭場 然後轉一個弓兵 配上長槍兵 然後三棒棒裝甲的一個打法 那波蘭這邊的對應如果是轉弓兵的話 就會馬上被他的弓兵給counter住 那如果出落馬的話更慘 落馬的話馬上就馬上打不贏這個裝甲步兵的一個傷害 所以波蘭這邊要怎麼去取捨 現在的一個窘境喔 是蠻困難的 因為他現在這邊沒有奧行進喔 代表他的弓兵路線是不太可能的 最有可能的還是直接打馬舊 波蘭這邊是選擇18P上 兩邊都18P其實差不多 國不欠啦 立陶環這邊點下了裝甲步兵的酸擊 結果兩隻迷仰還撞到對方的步兵 哎呀直接被幹養了 這個有點可惜喔 好那裝甲步兵可以直接選擇打這個大中原 波蘭的大中原喔 就是波蘭的命脈 只要能把這個大中原打掉 就很賺喔 畢竟這個是125木頭的東西 好這邊想要關起來但沒關成功 直接離開了 好這邊沒有點下馬舊 因為剛剛一開始喔 上風那時代的木頭不夠多喔 所以沒有自己的時間下馬舊 這邊看到對方裝甲之後 選擇了轉出了自己的毛兵 由於沒有挖金礦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一擊射可能會拿來投資這50喔 黃金去做點射擊的動作 但如果點一擊射的話 其實打裝甲步兵喔 也是不是很痛喔 因為他有一點遠防 雖然現在打一滴喔 但是如果一擊射的話會變兩滴喔 好這邊裝TC有點虧 血量可能會被小檢掉一些些 應該是射不死 因為走斜的 好後來這邊很順利的 去擋掉這個裝甲的進攻了 但是後邊的毛兵跟弓兵 待會應該就要出門了 OK 只有一隻弓兵 好參加兵過來 稍微看一下有沒有出馬 結果一隻馬都沒有 全部是毛兵 那這邊對手已經看到 波蘭已經挖黃金了 這就意味著 波蘭一定會轉攻兵喔 所以他自己的攻兵 可能數量不會按太多 可能按個大概五六隻 然後再配一些毛兵喔 去做搭配對應會比較好 先稍微加速一下 好馬上補下兵工場 這個封電時代的攻兵對決 一擊射有沒有點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已知對方 有可能轉出毛兵或攻兵的情況下 一擊射是必點的 你沒點的話很容易打輸 當然也有些高手對決 他們不會去點一擊射 原因是因為快要到城堡時代 所以才不點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不知道對方的兵力在哪裡時候 或是強度有多少 最後還是趕快補下這個一擊射 避免很容易打輸對手 好這邊工兵點下 那這邊有看到對方一擊射沒有點 但是一擊射已經點完了 不然這邊打法還算是蠻穩定的 目前立陶宛的感覺 給的是有點算是小打小鬧 工兵不會出太多 出到三隻就不想出了 那這邊省下來的黃金 大會應該是會下市集 做買賣一步 去調整一下經濟上城堡時代 或是直接不買賣 直接存暴農 趕快打上去 城堡才是重點 好這邊再把自己家裡圍得再好一點 再來繼續築地 這邊上了高地 那波蘭的兵有點鬆散 看都有點要繞路了 這邊拿到滴木牆進去了 OK 好那立陶宛這邊點下一擊射 還是要把自己的工兵強化一下 好尷尬囉 這裡工兵進來 波蘭這邊大中原的果子能守住嗎 直接拿村民來打架 太狠 那順帶一條 波蘭的村民是可以回血 所以這邊臭兵就算自己殘血了 也沒有關係 反正 回一回 空間時代 每分鐘可以回死第一血 很快就可以把這個血量給回滿 好後面直接六個裝甲步兵 那這些兵應該是要送掉 那你看喔 這個毛兵跑得很快 基本上如果不攻擊的話 是可以直接 躲掉這些傷害 這個臭兵會不會死呢 我直接反擊 OK 那立陶宛也把自己的兵全部送掉 但是也很順利的點到了城堡時代 這波算是騷擾啦 並沒有真的要打出什麼東西啦 有點劣勢 但沒有關係 這邊時代已經領先了 那這邊補下雙馬救吧 應該要來打一個雙馬救點品種 OK 雙馬救補下 好城堡時代也好 馬上去按兩隻騎士喔 那修道院也要趕快下囉 這邊由於沒有木頭的關係喔 這邊是決定要先開TC 那修道院沒有先下 那為什麼不先下修道院去解了生物的原因是因為 最主要是波蘭這時候還沒有城堡時代 反正有可能喔 會直接把這波兵送進來喔 自己的聖旅可能就送掉了 那不如就先開TC喔 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如果是對面喔 輕騎兵出太多情況下 也不能直接下修道院 一定要等城堡對方開始出騎士之後 或是對方攻兵或毛兵數量變少 才可以去出這個修道院 那利桃這邊喔 通常打法是2TC 然後馬上補一個修道院 3TC是最後才補的 那為什麼不是這個順序喔 最主要是因為木頭消耗量會太大 所以這邊通常會再修道院 然後先撒田 撒完田之後弱量穩定 才會去補下第三TC喔 算是比較標準打法 那破爛也是馬虎 所以這邊立陶宛直接出騎士喔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三隻弓兵繼續小打小鬧 這邊補下了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補下之後 家裡左邊的這邊經濟喔 就會過得很好 那修道院還沒有補 這邊立陶宛有點尷尬 這個時候還沒有補 有可能是因為他是想要先 去把自己的路上更穩定喔 想要繼續報病喔 反正是波爛的修道院已經蓋好了 他還在著想 那因為對方騎士數量太多 勝利出來是有個不錯的防禦力 這邊要想要把這邊圍起來 但這邊石頭其實不好圍 叫的違法是這樣子喔 直接圍過來 墓區跟金礦回過來就好 立陶宛 這邊直接在前線下修道院 這個修道院有點太前方了 這樣會有點危險喔 可能之後還是要去辦一下生物 把這個生物搬到家裡 那破爛很標準點下來二級 經濟會再更好一點喔 缺點就是可能進攻來說 會有點無力喔 這就是為什麼波爛喔 在前期打馬的時候很容易打輸喔 因為他前面投資的東西要太多了 那對手很容易會有這個經濟優勢在喔 很容易又數量擰壓自己 防守的一個觀念喔 就要比較 要有一點 就是沒辦法這麼的 隨心所欲喔 想幹嘛就幹嘛 波爛這邊補下越來越多的騎士喔 騎士數量一直往前送喔 這邊也是殺進來 但是上面立陶宛也是守住人 好 好 那破爛這邊開始挖石頭了 有開始挖石頭的話 其實就還不錯了 然後他繼續石頭繼續挖的好處是因為 他挖石頭本身喔 經濟就不會太差喔 然後也可以直接上大石牆 或是繼續他城堡是可以的 那他這邊繼續挖石頭 有可能是看到對手這邊金礦喔 很不舒服阿 他這個主金在這個地區喔 那立陶宛這邊還沒挖 所以很有可能喔 待會兒 突然會前線一個城堡 直接給壓力 欸 剛講完就不挖石頭了 好 去調整經濟了 OK 這個就是高手們之間的一個經濟的觀察 你只要發現他地東城堡 蓋完之後還在繼續挖石頭 通常就是要請你吃大墾堡 那這邊沒有繼續挖石頭 是直接選擇下這個貴族特權 看來直接打一個騎士爆 想要把這個立陶宛給爆死 那我覺得破爛騎士也不用這麼激進喔 還可以留到兩個人到三個人挖石頭 那待會兒騎士數量證夠多的時候 直接用騎士給就所壓力 然後在前線壓一個城堡 這樣可以給到最大的傷害值 那破爛可能覺得自己經濟有點跟不上對手 畢竟對手3TC已經補下了 畢竟只有單TC喔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原因喔 所以絕對不挖石頭 但我覺得這個時候更要挖石頭 因為你知道經濟輸的情況下 你必須要有算是半ALL IN的想法 你不能再這樣子繼續跟對方農 你跟對方農的話絕對不會農出什麼好結果 所以有可能會農出大事情來 這邊石牆上的蠻快的 我先去刀個一下 好櫃子特權一毫 這邊馬上就按下很多騎士了 開始把自己騎士數量補起來 那木頭部分可以開TC了 這隻騎士沒有看到生驴 這邊想要來抓一下撿生物的生驴應該可以找到 好走進來 哇這邊騎士 在賣隊友啊 直接讓騎士跑進來砍了 看看看看這個集結點也沒有射好 這裡有幾隻 村民跟生驴被殺掉了 上方騎士也是瘋狂亂串 這個就是蠻標準的一個馬國互打的畫面 但是到了這個城堡時代中期 或是城市 快要到地區的時候是波蘭人最強的時候 這時候波蘭的怪毒特權的價值就越來越大 所以如果波蘭這邊馬上點下二級攻二級防 這個數量擰壓對手是蠻容易的 那現在還是數量取勝 攻防不是重點 重點是要趕快去點下更多騎士出來打 騎士這邊互相交戰 但是立陶安這邊騎士數量也是蠻多的喔 那兩邊都沒有路頭的情況下 就通常只能用這個騎士去做一個硬打 那你會說 欸都要把我轉這個長槍兵喔 通常是可以轉 但是通常轉長槍兵的時候 都是你要上城堡時代 或不是啊 上這個帝王時代的時候 才會去做的事情 因為你一上長槍兵之後 對方就知道 喔你想的喔 那我就應該要打死你 就會更要趕快 爆兵喔 去做一個強攻奪作 那通常對方這樣強攻之後 還有很容易喔 會把他打出來你的經濟 像破完這個時候 就很適合直接去all in一波 直接殺到對方家裡喔 不要給對方機會 那立陶宛這邊也是沒有放棄這個入侵的一個念頭 還是想要繼續強攻喔 因為他這邊看到波蘭一直在上大石牆喔 這就意味著對方喔 挖太多石頭 那挖這麼多石頭經濟就很爛了 很有可能自己的數量是還可以打贏對手 這邊繼續給阿力 波蘭的騎士要繼續往前嗎 還是要回家救呢 這邊既然都上大石牆了 家裡按個升率喔 稍微防守一下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家裡還要補下兩個馬舊 家裡也是穩穩的 但TC在開陣偏晚喔 村民已經數量落後大約快到30村了 這邊騎士再繼續往前 但是立陶宛的騎士攻擊變10加3了 已經拿到兩個聖物了 攻擊率在慢慢往上升中 這邊也來個直接圍城防守 這個成本能套得進去嗎 血量還是被拉了起來 有點可惜 哇來不及打進去 那騎士過來回救一下 等於找個一波 這邊應該可能會先去擊殺老頭 給老頭趕快殺掉 不然這個太麻煩了 但為什麼這個立陶宛的騎士 還比波蘭的還多啊 看他家裡好一些也沒有出發 這邊可能想要回來補血補個一波 再繼續打 但我覺得波蘭再繼續打下去會蠻慘的 因為立陶宛已經緊急起來 生物也拿到兩個 而且他快要上到地龍時代了 這邊對手都沒有在報病的情況下 數量還贏波蘭時候 基本上是十拿九穩 我說立陶宛 波蘭應該是量掉了 這邊經濟太差了 而且沒有繼續挖石頭 給對手壓力 剛剛那個時間點沒有挖石頭 直接硬插寶 然後爆騎士引過去 有點錯失兩機的感覺 這邊直接開戰 騎士直接兩邊互打 這邊騎士被逼入回去 當然立陶宛這邊是為了點帝王時代 沒有兵而休息 不出兵 也不是不出兵 這是沒有完全大爆兵 這邊立陶宛只要點下帝王時代 重裝騎士出 這個戰狂就會有所改變了 而且立陶宛到了後期 還有遊俠可以出 所以他其實並不需要 這麼急著 這個時間點去跟對方開戰 這我剛剛說了 這我剛剛說了 立陶宛這個修道院實在太前面了 馬上十四任務就被尻出來了 攻擊力直接撿個 馬上就會打出了 這個數量上很容易就會打不贏了 突然的騎士爆 優勢慢慢打得出來 這邊可以再撿個生物 趕快撿回去 對趕快拿 拿了就走 能來得及逃跑嗎 立陶宛要幫他拉騎士去追擊呢 沒有打算要繼續追擊 後面補下修道院 修道院又在蓋在外面 太狠了這個男人 一眼不可修道院就想往外蓋 這樣子騎士有可能被找走 哇 直接叛逃 但立陶宛這邊其實打得不夠好 他應該要把所有的騎士 放在城堡這邊的射程裡面 跟對手互打會比較好 多多少少 遲導一下這個城堡的 傷害弘力會比較好一些 不然這樣子一直跟對方打 他自己會越來越劣勢 因為畢竟沒有這個生物的加持 好 後面補下一個軍營 這邊補下軍營 果然轉出殘槍兵嗎 好 這邊按了少量的烈提示 稍微擋一下 後來這邊補下了二防 他可能覺得對手 可能要打不贏喔 自己很有優勢的感覺 出資對方地獄士帶已經快好了 他補下潮治療 大家可以補下這些殘血騎士 進城堡補血 但這邊騎士有點 沒有可以休息的空間喔 果然這邊繼續強攻 重中騎士升級 常常必須升級好 立陶宛開始打出防守姿態 這就是我們說的 果然這邊一定要爆兵打進去喔 差無機會了 果然現在實彈已經輸對手 現在要農上去的話 肯定會不會打出實彈差距 你一定要用這坨幣喔 重創對手 才有機會 好但是立陶宛這邊防守 做的還是蠻足夠的 村民其實也沒損失到非常多喔 PC這邊也可能很難爆得掉 因為這裡只有一攻 所以打PC速度很快 好下方可能也要守住了 果然這一波完美的 送掉自己的所有的優勢啊 唉呀 這一波騎士如果守下來 然後趕快點帝王時代 然後防守插城堡 可能還有機會可以打 那這波輸掉之後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機會了 雖然自己還是有這個波蘭 的貴族特權能力炸 但我覺得有點走遠 因為人家立陶宛 做裝騎士出來了 而且聖物也搬了回去喔 現在是攻擊一次二十二加三 雖然只有拿到一個聖物 雖然雖然繼續黏壓對手 這邊在跳恰恰 讓對手以為要走掉 結果又張回來 繼續給對手壓力 但是這張騎士血量比較多 多死低血 攻擊力也多二 所以很可以輕鬆的 吃掉這座騎士喔 哇這座騎士送光了 右邊又拉了一坨騎士過來燒了 這裡燒了 這波可能會做到點事情 因為對手可能在空下前線 那該城堡 右邊看到 手存一下 好 忽然繼續持續爆騎士喔 這個資源量很明顯喔 大家感覺是沒有想要上帝王時代 想要用這個數量去擰壓對手 好 騎士非常的疲於奔命喔 到處跑來跑去想要救援 跨欄村民樹也來到113隻 但是這個城堡沒有看到的樣子 要讓對手蓋好了 哇靠 忽然是九馬 結果在爆騎士啊 好扯 好 那立陶宛這邊點下了三防 要來把這個騎士喔 用到最強狀態 好 這邊直接一個對保 這邊一個對保我覺得不太OK 為什麼不OK 原因是因為 這個城堡插得沒有駕駛 他這個是在插地上 可是高地啊 傷害也不會有比較多 然後這邊騎士直接送光 就是為了要來cover這根城堡的蓋起來 那這根城堡也不會傷到對手的經濟 所以我覺得插得超沒駕駛 而且待會對方巨頭一出來 又可以高打低 把這個城堡打得非常快速 哇 破爛這波完全送光 沒了 好 這邊城堡蓋好 馬上補了一些 錘子兵 可以來做一下反擊 好 均勻頭十一直接開查 對方 你看 一發頭十 很痛 直接500滴傷害 高打低就是這麼猛 OK兩顆石頭過來 哇 沒頭下扣一千滴血 這絕對修不回來 這跟城堡有差跟沒差一樣 直接白給 這個就是一個波爛很不好的示範打法 就是因為你玩波爛的時候一定會想要很多 用自己的特性喔 用這個貴族特選 爆出大量騎士喔 用數量擰壓對手 這個想法是沒有錯的喔 但是也要建立在 你要在隊的時間點去做到很有效的攻擊 當你已經看到對方上地龍時代了 你有可能想說要繼續出兵喔 繼續攻擊 是沒有錯的 正想法也是對的 但是你要第二波壓過去 讓對方真的感到壓力 然後去疲於在防守時候 這個空窗期你就要趕快去點地龍時代了 就是你要用你的兵 去讓對手把兵放在家裡喔 不能去進攻 這樣就好 然後但是時代還是要趕快伸上去喔 比較重要 好 立陶宛把所有的兵 直接守在家裡 沒有打算出門 但突然這邊又要再送一波了 38隻騎士 對上20隻的立陶宛騎士 還有兩個城堡的火力交叉 還有兩個城堡的火力交叉 還有兩個城堡在做著著想 這邊不去圍 我也想要把這邊的 肉麻騎士給圍死 哇 這邊直接關本獸 立陶宛秀得非常的漂亮 這波騎士就這樣白給掉了 那如果波蘭再早一點喔 把這些肉量省下來喔 去點地龍時代 可能現在就不會打得這麼慘 看一次兩點了 那立陶宛這邊是想要再 升列提斯還是 遊俠 他這騎士雖然其實也蠻多的 好 這邊是選擇要升列提斯 那這個奧不騎戰隨兵的一個優勢喔 就是可以把對方的裝甲給打掉 而且造價蠻便宜的 你看這個破防之後 騎士直接防禦歸零 打起來就特別舒服 好 這麼久 沒問題 是 好 鎖頭一下補下 帝王死蛋也補了 OK 那立陶宛現在的一個想法 應該就是單純的爆出獵踢獅 然後看能不能再拖到一點聖物 但聖物應該會全部都被撿完了 好 攻擊力就是12加3 有點慘只有一個聖物 他有一個聖物在這個位置 那破爛這邊也拿到了一些聖物優勢 正要有三聖物的關係 所以他也沒什麼開大壓力 黃劍可以慢慢慘 但現在這一波要怎麼守住是個問題 因為他離聖龍死蛋還有一段時間 長老兵出來也沒辦法培養做到一個好效果 冤破爛沒有擊兵喔 好 現在全境直接被這些騎士們繞 這邊結果被打出了一個洞來 戰錘兵直接在城內防守 聖龍死蛋一好 這邊沒有足夠資源 可以點下攻防 先點下躲牆 顧問他喔 不錯了吧 那時候點躲牆 好像意義不太大 空間入侵到城內了 這邊趕快點下重裝騎士喔 或者是三防三攻會比較好 這邊我是覺得優先點三攻喔 會更好一點 因為自己的單位現在數量夠多 錘子兵跟場合兵喔 數量很多 出攻擊力會更好一點 好 右邊直接被鑽出一個大洞來 右邊的經濟直接被重創 烈提斯熱血開撞 突然想要把這個洞盒給補住 但來不及 只敲了一下 好 順利的把對手逼了回去喔 但這一座城堡能守住嗎 這邊場合兵加戰錘兵在持續防守 那對方烈提斯的騎士數量實在太多 這邊有點在下水餃 好 立陶安這邊也慢慢等出了自己的擊兵 想要來做反擊 場合兵加戰錘兵的一個防守能守住嗎 感覺有點極限 哇 完全擋不住烈提斯的破防能力太好了 這邊還是要把這個口趕快堵起來 但是有兩個洞啊 雙洞 OK 用自己的剩餘的食物 轉出了大量長槍兵 跟重能騎士的升級 那木頭有點爆了 因為這邊剛剛是急於防禦 所以沒有資源可以轉出 這邊波蘭打出了GG 哇 波蘭出了225隻的騎士 有一半基本上是送光的 我覺得送的非常沒有價值 如果要送的話要盡可能把對方阻力 一直在歸在家裡 然後馬上點上這個帝王死掉 那這邊立陶安打的 雖然也沒有到非常好 但至少他的觀念是很正確的 尤其是中間這一波 把對手的波蘭的騎士 全部關在這裡 直接組成 讓這個兩個城堡 發揮他最大價值 波蘭這邊一直想要 往中間裡面轉 也不是沒道理 因為他也知道自己已經落後太多了 你當中間對手經濟才有機會 當然由於立陶安這邊防守一直多做得還不錯 所以立陶安的經濟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 那商務也沒有拿到優勢 那反正是波蘭這邊生物的數量非常多 那很可惜喔 波蘭這邊終究還是沒有守到最後一刻 這個大落馬出來時間點了 就打出了GG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話沒有什麼太大意外的話 波蘭這邊肉量應該還是會贏 雖然波蘭人輸了 但是由於他大中原喔 經濟臉上輸的狀況下 肉量還是會贏對手 那立陶安然後其他經濟一定是會贏對手 畢竟自己說明書一直都是有領先狀況 而且波蘭後面一直在暴兵喔 經濟也沒有顧得非常好 打氣40分也是有顧到啦 沒有說到非常差 其實還可以 反正立陶安到51分才點手推測 那我覺得這一場關鍵還是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一邊喔 那個騎士不能送這麼快喔 這波在打的時候 這波不應該直接硬撞掉 要繼續給對方壓力喔 即使你沒有送掉這一坨兵喔 你一直在野外繞 讓對方有壓力喔 這樣就夠了 你的部隊不存在的時候 對方不知道你的部隊在哪裡的時候 就是一種壓力了 其實不送掉不硬打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你繞 繞到自己地龍時代出來 再做反擊一波 我覺得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